这是我今年用过最舒服的国产安卓系统 系统完全没有广告和预装应用 还能管控第三方应用的摇一摇广告 但它竟然来自一家汽车厂商 我手上的这台是蔚来汽车出品的 Nio Phone 2代 今天我们不谈车 只谈手机 看看手机本身的产品力够不够 Nio Phone 2整体给人感觉比较圆润 这种圆润的感觉主要就是来自 正面的等身四曲屏和相机deco周围的弧度设计 在手感方面不用担心 Nio Phone 2的硬件配置对标的是各家的大背旗舰 小龙八阵三 潜望长焦 2K屏幕 IP68该有的都有 我也测试了几款游戏 八阵三旗舰的正常水平 其中王者的数据比较亮眼 温度和功耗控制不错 它使用了一块三星的2K屏幕 1200N的亮度 支持P3广色域和色域自动切换 色准表现也不错 我们重点还是看看它搭赛的系统 Sky UI它其实很像某些海外的客制化安卓 完全没有预装任何第三方APP 中央布局默认开启了应用抽屉 系统自带APP都很干净 应用商店内没有任何奇怪的买量游戏 首页有一面可以交互的APP墙 动画效果非常丝滑 复一屏内只有常用的支付软件 和未来自家的一些生态软件 Nio Phone 2系统内 并没有任何关于刷新率的设置选项 在所有应用内都可以享受丝滑的120帧动画 动画效果我演示一下 整体偏向轻快流畅的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 Nio Phone的相机有一个专门拍摄车辆的模式 可以在前期就直接实现一些酷炫的画面效果 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对你有下帮助 欢迎关注点赞收藏转发 这里是YLab模式下人 咱们下期再见 Zither Harp